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日星期三 今天港股开始是上升的 恒生指数升102点 博企指数升20点 科技指数升12点 主要是汇丰上升2.3% 领指数升53点 腾讯升1.1% 领指数升30点 平保升0.74 领指数升11点 相反若名生物跌2.28% 跌幅最低的蓝筹指数跌15点 还有银鱼跌2.23% 领指数跌8点 A股开始升0.05% 上升综合指数只是升1点 开始之后港股由升转跌 主要是企业集资配股的消息 小米集资停牌 开始的时候停牌 再加上龙湖又集资 和白制晨州又集资 令到股价下跌 港股由升转跌 科方生物集资9亿 股价跌6% 美团跌6.8% 众岸跌3.7% 京东跌3.4% 网易跌2.4% 恒生指数最低去到26 329 跌188点 汇丰升4.4% 领指数升102点 独力撑大股 上周收市恒生指数只是跌18点 国企指数跌67点 科企指数跌85点成9.826亿元 下周的港股波幅不大 企业 尤其是汽车股和科网股 因为集资的消息大跌 比亚迪跌8% 长城跌4.7% 美团跌4.15% 众岸跌3.85% 微盟跌2.3% 医药股亦急跌 中山镇药再跌3.6% 白制晨州跌8.4% 相反的 半导体估急升 中芯国质升3.7% 化学半导体升6.5% 收市恒生指数跌35点 国企指数跌85点 科技指数跌得多 跌137点 成交1,817亿元 企业集资潮令到港股下跌